前TVB当家花旦钟嘉欣一个月前带着女儿跟儿子回到香港 原来她一直都没回加拿大 4月30日钟嘉欣再次现身香港金钟熟悉活动 现场还客串主持人访问好莱坞巨星克里斯帕拉特 看到钟嘉欣日前还带着一对子女跟唐星风暴的三名前辈 夏宇李思琦跟米雪吃饭 今次是我留在香港最久的一次 每一次留的时候都是一天两天 但是今次就留了一个月了差不多 就用了这个时间来去看好多朋友 亲戚还有工作 刚刚就跟四七姐夏宇哥还有米雪姐去吃点心 好开心因为是很久没有见他们呢 还有他们真的很痛爱我的宝宝 我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好像看见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女儿儿子玩 夏宇哥呢跟凯莉了很好玩啊 他可以令到凯莉笑好多 所以真的好开心的一天 很多女性结婚生孩子了都会专注家庭相夫教子 像钟嘉欣这样能做到兼顾事业的真的很难 何况她还嫁得那么远 不知道这一个月孩子喜欢在香港的生活吗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个旅行 在香港这个旅行 凯莉呢 她开始越来越大胆 越来越多化 可能在香港呢 这个生活呢 是多知多彩 所以她越来越open 没有以前那么害羞 今次来香港那么久的时间呢 最好的东西就是她学了中文 她学了广东话 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 只是我跟她说广东话 就很难 她每一次跟我对话都会说英语 但是现在一个月在香港呢 她就每一天都说这个广东话 她学得很快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点来香港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